我们的机组工程组还需要三次四个早时来维修 乘客手机拍下大家在机舱中听到广播 十分无奈也发出抱怨声 纷纷站起来拿行李准备下飞机 不过这不是飞机到站而是根本还没起飞 看着比我们晚上飞机的他们可以顺利飞 但我们这一班没办法飞 所以就是有点心情不是很好 他们搭乘的亚洲航班D7379班机 原定19号下午3点55分从桃园飞往吉隆坡 但大家上机后发现飞机引擎故障 乘客又回到后机室一路等到晚上7点多都无消无息 最后乘客开始有情绪 航空公司才出面请大家排队领餐券先休息 旅客表示航空公司一开始只给200元餐券在机场吃饭 被旅客反应后才改为500元 航空公司表示总共有353人加上一个小孩受搬机 影响除了发餐券后续会补偿200马币抵用券 并从马来西亚调来一架飞机来接驳旅客 他说要我们2点前回到这个登机口 对 他说2点才会有飞机 不过原本班机预计延后到20号凌晨4点半起飞 在凌晨2点集合报道时 旅客却发现没有任何机组人员在登机口 抬头看荧幕才发现班机又延了三个小时 最后在早上7点30分才起飞 总共延误15小时 三例新闻十明起胡家军桃源参访报道